小猫咪们第一次看到榴莲会有什么反应呢 第一个还是老大 先是出于好奇地闻了一下子 看着好像对这玩意儿没啥太大的兴趣 转身就走了 老二带着他那呆滞的目光闻了一下子 然后吓跑了 换老三 我没看错的话是不是在舔榴莲瓶呢 那小眼睛吃的都咪咪起来了 你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换老四 我们呢可以看到老四也是试探性的 往前闻了一下子那个皮 那块位置大概就是刚才老三舔的位置啊 然后呢又往前凑了凑 闻了闻榴莲的肉 好像没闻好往前凑了一下子 眼睛一下就给呛小了 然后转身离开 换老五来试试吧 老五呢也是小心翼翼试探啊 就在这闻闻 你瞅那眼睛 眼睛明显的啊 呛的好像增不开了都 不止呛眼睛好像还有点上头了 你看 好吧 接下来就换孩子们的父亲王大菊来试试 咋 果然呢 我一下子就知道老三为啥要吃皮了 老三一定是亲生的 其他四个就不知道了